你知道你現在不需要懂任何的程式語言 你就可以做出各種的程式來嗎 比如說像是網頁小遊戲 網頁工具 手機上的App 甚至是WordPress外掛 或者是Chrome的擴充套件 這些通通只要用很白畫紋告訴AI 就可以直接幫你打造出來喔 今天我們來介紹這個工具叫做Cursor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工具 你只要用很口語化的方式 也就是講超級白畫紋 就可以幫你打造出網頁程式啦 WordPress外掛啦 或者是IOS App Android App之類的 只要用很口語化的方式 告訴他你想要做些什麼 或者想要在哪一個畫面 新增什麼東西 都可以白畫紋的告訴他 他就會自動幫你做出來 那像這樣的工具呢 除了Cursor之外呢 像另外一款還有叫做Trade 那這之後我們會再跟大家分享介紹 那Cursor呢 目前支援Mac、Windows還有Ninus 你可以直接選擇你自己的版本 然後去下載 下載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定價 他也有免費版可以用 只是免費版會有次數上的限制 還有呢速度的快跟慢 不過呢他有提供你 兩個禮拜的Pro版本可以適用 所以呢我自己個人建議啦 那如果你是一個帳號用完適用之後 可以再開第二個帳號 再去繼續適用也是可以的 一個月內呢我想應該是Go 打造出你想要的這個App 或者是工具 如果你真的覺得好用的話呢 而且你是一個常態型的開發者的話 那麼我覺得專業版20塊美金 一個月大概600多塊 應該也還好啦 就是看自己個人使用去選擇 原則上我自己呢是偶爾開發使用 我就會選擇免費的方案來使用 或者是我們之後介紹另外一款Trade的時候呢 那一款是完全免費 大家再選擇一下 看你想要哪一款工具會比較適合你 前面的下載安裝 註冊跟登錄 我就不去多介紹 就請大家自己去註冊安裝完 然後登錄到你的Cursor 進入到Cursor之後呢 第一個畫面會長這樣子 你可以先點擊Open Project 接下來你可以自己建立一個Project的資料夾 比如說我們今天先做一個簡單的 叫做2048的網頁小遊戲 好我們點擊製作 然後按打開 好它就會進到這樣的頁面 黑壓壓的一片不要緊張 就只剩下一個對話框 我們只需要在這個對話框 白畫文的告訴他 我們想要做什麼東西 他就會幫你完成了 那這邊你看這邊還有一個下拉選擇 Agent呢 就是直接幫你計畫 搜尋內容 並且呢直接幫你建立好 那Asc呢 就像TradeGPT一樣 我們可以跟他對話聊天 然後他一樣會幫你製作出內容 但是不會幫你產生檔案 直接建立到你的資料夾去 這是Asc跟Agent的差別 手動的部分呢 基本上用不太到啦 我們這次呢 主要教大家是用Agent來做 好接下來呢我們就告訴他我們想要做的內容 好我現在想要做的是2048的小遊戲 然後要存HTL加GS加CSS 可以直接在瀏覽器可以離線使用 因為如果你沒有告訴他你的 詳細的需求的話呢 他有可能會用另外一個方式 需要啟動什麼伺服器 然後才可以看到預覽之類的 所以我們告訴他就是只要存HTL GS跟CSS就好 我們就只要按Enter送出 接下來神奇的事情就會發生了 他就開始建立你的檔案了 他會從Index首頁開始建立起來 那這時候我帶大家去看一下資料夾的部分 2048我們剛建立的資料夾 他現在在創建第一個檔案出來 你看你都不用做什麼 他就直接幫你建立了 有沒有 第二個檔案開始了 就是風格檔案 最後他再建立 GS檔案 就是有關於效果相關的 目前呢我這個帳號還處於專業版的試用期裡面 所以產生速度都很快 也不需要等待什麼 好等他建立完之後 他會簡單的說明告訴你 他建立了什麼 這個特點怎樣 那最後最下面你可以按一下 Accept All 好完成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來試一下 我們剛建立起來這個網頁 到底能不能直接用呢 可以耶 你看2048出現了 那我們要怎麼玩呢 2048有玩過大概就知道 他就只要用鍵盤上下左右移動 他自己會把格子合併起來 好按一下新遊戲 現在按上他就會合併成4 然後產生一個新的出來 這時候呢這兩個不能合併 原來兩個數字不同 我們可以隨便按一個 然後一樣我們按左 他就會224 然後按上再合併起來 好我們測試起來 玩沒有問題 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小遊戲 玩呢沒有問題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小遊戲 那一樣有分數的計算 那假設呢如果你想要在上面 新增什麼按鈕 你也可以繼續呢叫Cursor呢 幫你去新增 比如說剛下面 只有一個開始遊戲 這時候呢 比如說你可以加到 再新增一個開始遊戲按鈕旁 加入一個重置遊戲的按鈕 我們把它送出 好接下來就會按照你的需求 直接用現有這個資料夾 開始去修改 改完之後 我們一樣按一下 Accept All 然後呢我們一樣 再到我們的剛剛網頁 來看一下 然後重新整理 你看重置遊戲這個功能就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繼續試試看 玩到一半 重置遊戲 然後就重新來一舉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只要用很口語化的方式 告訴Cursor 你要做些什麼 他很快的就可以幫你做出來 那如果你要做的東西比較複雜的話呢 你可以先做基礎的功能之後 再慢慢增加功能 通常出錯率會比較低 但是如果真的會出錯的話呢 我會建議大家 在建立結構的時候 先透過ChatGPT 幫你建立好結構 以及相關的指令 然後再把它丟到Cursor裡面 這樣建立出來會更完善一點 比如說接下來 我們來試著建立一個 WordPress外掛看看 比如說我們先透過ChatGPT 來幫我們建立 功能的說明列表 我是要製作 WordPress外掛 然後分類排序管理 好當ChatGPT建立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到Cursor這邊呢 我們來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夾 也就是一個新的專案 打開它 接下來呢這邊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就可以在右上角這邊 貼上我們剛剛ChatGPT 得到了這個結構的功能說明 把它送出 讓它去製作 你看它會很清楚的知道 我要建立的是WordPress外掛 然後就會按照 WordPress外掛的基本結構開始 然後就幫我建立我需要的功能 一樣的我們可以打開一下 資料夾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開始在建立這些檔案 我們就等待就可以了 好這樣就建立完成了 那如果你看不懂這些英文的話 你可以呢直接口語化跟它講說 用繁體中文再跟我重新說明一次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看懂的話啦 好接下來我們建立好了這個外掛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打包一下 然後呢我們到我們的WordPress後台呢 去安裝看看 上傳外掛 然後把我們的外掛拖一進來 立即安裝 試試看有沒有錯誤 如果有錯誤呢 其實只要複製錯誤訊息或是告訴它 哪裡不能使用 它就會繼續修改 好成功安裝 然後我們來啟用試試看 好你看像這是我們剛建立的那個外掛 你看它就是現在第一次產生出來就是有問題 直接就是找不到任何的分類 這時候你就可以回到Cursor 然後反覆的用白畫紋 然後再去修正 比如說你就跟它講說 現在分類列表沒有顯示出來 所以無法測試 它就會幫你排錯然後再去修改 用這樣的方式呢 反覆的去修改跟調整 然後再跟測試就可以了 這個後續我就不往下繼續做下去 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 iOS的部分 要製作iOS呢 除了去建立你的檔案之外 另外也需要安裝X2 比如像我這邊有一個現成已經做好的 叫做跑跑教室這個APP iOS APP的部分 我這邊用一個我已經現成做好的APP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一樣你去開啟一個新資料夾之後 另外要搭配SCode這個工具 這個是在Mac上面才會有的 那SCode這個工具呢 你只要新增一個資料夾之後 Cursor去讀取就可以直接建立了 那建立完之後 像這個比如說要模擬試試看的話 你只要按上面這個Play 它這邊就會建立 Building 然後就會一個iPhone的模擬視窗出來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呢 查看你的APP模擬狀況 像我這個就是花了大概一兩天時間 然後一個一個結構慢慢製作之後 就可以產生像這樣的APP 是不是看起來很有模有樣呢 這個APP呢主要是我設計給比如說跑課老師使用的 那或是像健身教練 那他們呢就會有需要不同的地點 不同的時間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建立好之後 比較方便去管理自己的課程內容跟時間 甚至呢每個地點這個地址 點擊之後 就可以跑到你手機預設的這個導航的APP 比如說Google Map啊 Apple Map之類的 好點擊美金教室進來之後 可以查看每週的課程 然後課程列表 然後開課時間 那如果呢你有幫別人代課的話 右上角點擊新增代課 就可以插入這個時間進去 最後呢像是這個時間日曆 可以在這裡直接查看 你哪些時間點是有空的 哪些時間點是有課程的 在時間到之前呢 點擊右上角這邊呢 也可以設定多久前去通知你 這樣你就可以隨時知道說 你還有多久呢 這個課程要準備開始了 你可能要準備出門了之類的 這個呢就是我用Cursor 直接做了這個跑跑教室的這個APP 那另外呢 其實我有做了一個關於記帳的部分 但是這個記帳APP呢 我還在嘗試以及調整啊 原則上呢 我覺得透過Cursor這種對話式的 產生網頁工具啦 擴充套件啊 Wordpress外掛啊 甚至呢 如果你是有想要串接金流等等 你都可以透過這個Cursor 很白話文的 直接在這裡告訴他你要做的事情 然後他就可以幫你很快速的去完成 當然這個過程中呢 其實蠻容易出錯 每次出錯呢 你只要把內容告訴他出錯了什麼 或者是比如說像我們剛剛的Xcode 如果有出錯的話呢 在這個警示裡面也會出現 你可以把這個警示 直接把它全選複製下來 然後什麼都不用告訴他 你只要貼上錯誤給他 他就會自動幫你去修正 所以這件事情呢 對不會寫程式來講 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完全不用懂 如果想要做出自己的工具 只要用白話文的方式就會打造出來 是不是有點吸引人呢 想要做什麼工具 趕快去用這個工具來試試看 看完上面Cursor的這個教學介紹 大家準備想要去製作什麼樣的工具呢 這Cursor呢 其實我試了下來呢 其實真的蠻好用的 另外呢 還有一款免費的Trade 那之後我們也會分享給大家 今天我們介紹呢 就到這邊啦 大家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阿湯 下次見 掰掰